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句话说的不合适 可能我们会得罪很多的朋友 但是同样的 我们说出合一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朋友 那我们既然这样的重要来对话语的理解 所以圣经中也特别在真言上提醒了我们 我们该怎样用合一的话与人交往 与人相处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历代至下十章 十二到十九节 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 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 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 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 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子打你们 王不肯依从百姓 这事乃出于神 为要应验耶和华接侍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 就对王说 我们与大魏有什么分儿呢 与耶稀的儿子并没有官赦 以色列人啊 各回各家去吧 大魏家 自己雇自己吧 于是 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唯独住在犹大成义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差遣掌管福苦之人的哈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 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人背叛大魏家 直到今日 今天所莫想的经文是历代至下十章十二节到十九节 我们看到 当耶罗伯安和众百姓 他们按照约定第三天来到罗伯安面前的时候 罗伯安的回复 不仅仅没有按照那些年老的大臣所出的主意 去安抚这些以色列人 反而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来回复他们 那么我们看第十四节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 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也就是说这段话语 除了第一句少年人的建议的第一句没有使用之外 其他的内容是一字不落的采用了少年人的建议 那这里所提到的负重恶代表百姓要向政府交很多的很重的税 而用蝎子鞭代表政府对百姓的严厉的挟制 其实罗伯安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其实在告诉了百姓 你们说我父亲对你们管的严 我比我父亲更严厉 我要使你们付出更大的税收 我要严严的来挟制你们 千百年来 有些指证的人 他们认为指证靠的是武力 而不是爱 而不是人死 而不是怜悯 他们认为百姓只有残暴对待 才能够制服他们 但是我们看人类历史 恰恰相反 当你越严厉的残暴的对待民众的时候 带来更大的反弹 很多人对你不满 很多人来拒绝你的带领 那从罗伯安身上我们可以看见 做决定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想自己的需要 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的立场 不但不能给别人带来利益和祝福 其实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伤害 带来很多的损失 本来以色列人向罗伯安请愿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所以借此呢 使这个国家更稳定 更好的在一起 但是罗伯安他选择的是青年人的话 他拒绝了听老年人的话语 他以为用高压的手段 可以来制服这些以色列百姓 可以巩固他的王位 但是我们看到恰恰相反 其实苏罗门留给他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 他根本没有必要再给人民带来是重恶 他已经拥有了很多 他已经是王了 但是他只想给百姓一个下马威 他让这些百姓能够看到他的权柄 但是他勿用了权柄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他失去了半壁江山 十二支派 十个支派离开了他 十五节说 王不肯依从百姓 这事乃出于神 为要应验耶和华借士罗人亚西亚 对尼巴儿子以罗伯安所说的话 虽然是他父亲 苏罗门在位的时候 因为不行神喜悦的事 不专心跟从耶和 带来的结果是十个支派 神要给耶路伯安 但是呢 罗伯安也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不肯依从百姓 那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聪明的国王 他往往会先听群众的呼声 但他在这里呢 他完全不听劝导 他拒绝 他不愿意听那些人对他的请求 所以他要为以后以色列人的背叛 来要负上责任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里学到什么呢 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人和气 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势 我们能够用爱来关心爱护别人 只有和善的态度 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和爱戴 只有这样才能够以德服人 有更多的人来跟随你 当陆伯安以非常强硬的态度 来回复以色列人之后 这个局面立刻带来了混乱 我们看16节 以色列众民建王不依从他们 就对王说 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 与耶稀的儿子并没有关设 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吧 大卫家自己雇自己吧 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那这个情景让我想到真言15章 第一节所说的话语 这里说 回答柔和是怒消退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因为他严厉的话语是百姓与他分手 是这个国家一分为二 因为那些人不太拥待他作王 那么北方跟随耶路不安的人 他们成立的十个支派是以色列国 那么他们在北方立国了 是以法联为首 而南方呢 他们拥护大卫王朝的只有两个支派 就是犹大和西面 加上一部分的边亚民 所以可想而知 多么凄惨 他们只有两个半的支派而已 那卢伯安相依铁腕统治来掌握全国 结果带来的结果 是完全失去了所有的 其实我们想一想他何须那么多的金钱 他何须那么多的权利呢 因为他已经拥有了世上非常富裕的国家 他已经是个君王了 他不需要对国民这样的严厉 他只要用爱来带领他们 他们就会拥戴他 所以他的要求呢 不是出于这种属灵的明辩 而是出于自私 其实当我们自私的想拥有一切的时候 结果可能会失去这一切 是非常悲惨的 那到了这个时候 罗伯安没有反省自己 他仍然还需要呢 加强这个管制权 所以他拆派他的大臣哈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其实这个时候他不能正确的判断局势 他也不能够真正的认清以色列人力量 所以派的大臣去了北方之后 那个人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 所以他只好自己慌忙的逃回耶路撒冷 那这件事情带来这样的发展 虽然终极的因素是出于神 但其实我们人要为自己错误的行动来负责 人作恶没有智慧 自然要尝受自己所要得到的后果 恶果 保罗这样说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肿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肿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人犯罪的时候 神其实没有历史拦阻 其实他给我们选择的机会 他对我们错误的选择 有时候保持静默 但是我们人自己要成父 承担这样的恶果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我们想收什么样的果子呢 神给了我们恩赐 给了我们才干 我们是否善用这一切呢 是否能够使用这一切为神 能够带领众弟兄姐妹 关心弟兄姐妹呢 所以需要我们好好的反思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要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拣选我们 但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缺少智慧 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做事 求主你来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求主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引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以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让我们能够说出合一的话 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使我们所行的可以掏神的喜悦 也给别人带去祝福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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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